消失了70多天,范冰冰原来一直都在和她在一起,李晨,我们结束了。 范冰冰最近在娱乐圈中虽然已经不怎么活跃了,甚至可以说是快要消失的状态了,但是关于她的一些新闻报道却一直都不曾减少,有人曾表示现在不管是范冰冰还是范冰冰的经纪人穆小光都联系不上。 现在范冰冰已经消失在娱乐圈中70多天了,而网上关于范冰冰的消息也是各种各种的都有,但是在这些负面新闻被曝出的时候,范冰冰方面就会有人站出来否认网上的这些事情, 但是身为主角,范冰冰却从来都没有露过面,而之前和范冰冰关系很好的那些大佬们却没有一个出来帮她的。 而且在这个时候范冰冰出事不仅没有人站出来声援她,而且还有许多关于她的负面新闻都激踵而来,像是之前和一些大佬们的不雅照,也都再次被人重新拿出来说是了。 范冰冰冰在娱乐圈中人脉很广泛,人际关系也很好,但是一般都是和一些在娱乐圈中很有名气和地位的大佬们关系好,但是同时和他们的绯闻也很多。 像是这个和曾志伟等人一起吃饭的照片,当时也不知道范冰冰是不是喝的有些多了,在走的时候,更是和曾志伟又搂又抱的,当时这张照片不知道是被狗仔还是路人拍到了之后发到了网上,当时也是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不过和曾志伟这也并不算是什么太过于亲密的关系,毕竟朋友见面或者是分别的时候抱一下很正常。 范冰冰现在看起来还像个少女一样,身材高挑且纤细的她,一双美腿又细又长,堪称黄金比例的身材。 她曾公布过经常喝灵,蜜,茶,桃,抱上就找得到,我也跟住室了半个月,腰围真的喜了。 然而和成龙之间的一些照片看住比较的过分了,两人在公开唱和公然的搂搂抱抱,而且最重要的是虽然成龙在娱乐圈中很有成就,但是口碑却并不是很好的,而范冰冰和成龙之间也是多次被人传出各种绯闻和不雅照来。 但是现在范冰冰出世了,这些和她关系好的大佬们却一个个的都不出声了,而最可怜的应该就是李晨了吧。 当初李晨抛弃张新宇和在娱乐圈中发展很不错的范冰冰在一起了,但是两人在一起才没几年的时间,范冰冰就遇到了人生中最大的一次重挫,而当初她抛弃的张新宇现在却已经成为了军嫂。 范冰冰冰今后会是什么样还没办法知晓,但是小编觉得经过这次的事情,范冰冰肯定不会和以前一样风光了,现在的李晨应该是透心凉了吧,不知道她有没有后悔自己当初的决定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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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